张仪机场第二达克大厦经过三年半的翻新和扩建工程 大厦北侧从青年起重新投入运作 整个第二达克大厦预计到了10月底之前全面恢复运作 以全民的面貌迎接新的游客 张仪机场集团发文告表示 张仪机场第二达克大厦的翻新和扩建工程已经竣工 北侧青年起正式投入运作 部分商店、餐饮和设施已经开放 第二达克大厦的工程扩建了15500平方米的面积 以建设更多的新设施、系统和餐饮选择 张仪机场8月份的客运量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近9成的水平 随着第二达克大厦恢复全面的运作 第二达克大厦每年可以接待的旅客 也因此增加500万人次去到2800万人次 这也使张仪机场的整体客运量整体扩张到每年9000万人次 另外从今年起飞往东南亚、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的新唐航班 汉沙航空以及瑞士航空将在第二达克大厦北侧运作 飞往马尔代夫和尼泊尔的新唐航班 日本航空、全日空航空、印度廉价航空公司等 下个月也都将会搬到第二达克大厦运作 这将令在第二达克大厦运作的航空公司增加到16家